大学甄选入学个人申请第一阶段放榜了 今年四科买积分人数多 想要进医学系的考生还抢破头 像是阳明大学医学系医师组 总共有472人符合进入第二阶段筛选 但是最终只要取39人 超筛比率高达了605% 高居医科之怪 那么值得关注的是 受到了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 年轻热血的学子们 学子们可能是常常看到说 这个工卫专家在第一线来解释疫情 守护台湾人民的健康 那么也非常的崇拜他们 那么让这个台大工卫系变成了大黑马 报考的人数是去年的14倍 认真听课汲取新知 这些就读工卫系的学生 未来都可能成为抗疫英雄 武汉肺炎肆虐防堵疫情 工卫专家频频现身说法 曝光度高 系所变得热门 热血高中生纷纷报考 增加是我们有自己意外 这个的暴增应该就是跟这个疫情有关系 学了专业知识就不用害怕 我们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才可能去救别人 台大工卫系征选入学 个人申请第一阶段 去年共93人 今年变1314人 暴增超过14倍 堪称黑马 在1314人里面 二阶只要去98人 其中有四个人满击分 急破头都要竞争最后的23个名额 摊开分数来看台大工卫系采英数字三科 最低级分也从去年38级分增加到今年43级分 至于辅大工卫系采国英数三科 也从33级分拉高到35级分 门槛纷纷往上调 工卫系好夯 三类组学生想投身医药相关科系的也不少 至于往年强破头的医科 这回更是超筛严重 像是阳明大学医学系医师组 符合二阶资格 共472人 可以进入珍视的78人 最后招收39人 一阶超筛比率高达605% 高居一科之冠 疫情左右全球 也影响高中生志愿方向 希望投注所学 贡献给社会 记者陈一如张俊涵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